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战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在中国评剧界 最鼎鼎大名的两个人物 当属新凤霞和赵丽荣 他们相识四十多年 非但没有什么名争暗动 感情还特别好 赵丽荣的婚事 就是新凤霞夫妇当的媒人 如今 新凤霞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赵丽荣老师也已经离开了十八年了 但是他们的一贫一笑 仿佛仿佛仍在眼前 今天 两位老艺术家的儿女 分别来到了有请主角的现场 和我们一起回忆 他们母亲的故事 妈 我就是赵丽荣老师 我就是赵丽荣老师 看你向根冲 马拉基斯 记住了 记住了 马拉基斯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对的那个白白水 女士们 先生们 来的三 先生们 妈 您已经离开我们十八年了 仿佛就在昨天 还像平时一样 在一块吃饭 一块说闹 我再报告您好消息 您的大孙子 盛诚 就生了一个儿子 今天正好五个月 您肯定特高兴 妈 今年您九十岁了 大家伙 都想念您 欢迎两位 你好 你们好 请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好吗 我叫盛福春 我是赵丽荣的长主 我叫盛大名 在家航二 我还有一个弟弟 叫盛迁 现在在意大利 已经去了将近快三十年了 我们就哥仨 欢迎你们 我们看来到屏幕上 出现了赵老师的小品片段 还有他的照片 都会觉得特别亲切 仿佛他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当年的很多 小品里的台词 到现在都忘不了 对啊 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司马刚杂光 你让啥呀 他不就是司马刚 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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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杂光 司马刚杂光 司马刚杂光 司马光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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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是那句 先生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哦 嗨 先生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哦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屯 为了他们脱彩呢 逃山屯 早要很多年过去了 而且有的小品 我觉得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我们依然忘不掉 好像说起这些话来 就看到赵老师在我们身边一样 意思来源于生活 但是他高于生活 赵老师的小品 其实数量是不多的 为什么会这么深入人心 赵老师在进演这些小品的时候 他有自己的原则 不了解的戏 他不会接的 因为多少年来从事戏剧嘛 总是要看本 他有一句话先拿本来 所以大家从一个小小的故事的细节中 能听到很多老一位艺术家的 他们的艺德的点滴 尊重艺术 戏比天道 对 赵立荣老师的小品可以说步步堪称经典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用他儿子圣福春的话来说 那是因为赵立荣平时特别善于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 并且能将这些细节融入到小品的创作当中 那个时候赵立荣还在中国平剧院上班 从家到单位差不多得走十分钟等胡同 他呢一般都是低着头 手里拿着一把瓜子边走边吃 走得也特别快 这有一天呀 正巧跟几个比较胖的大妈 在这胡同面对面碰到一起了 然后他就打算靠右边走 结果呢 几个大妈一往右走 他往左呢 他们也往左 就是这么的默契啊 场面一度挺尴尬 大家都不知道该卖哪条腿往哪边走了 赵立荣却觉得这很有意思啊 于是就把这一经历结合在了小品 英雄母亲的一天当中 我走卖这条腿啊 你就卖右腿就行 就卖右腿啊 就卖她来 就卖她啊 一 备 开始 走 哎 哎 哎 不是 干了 不是 这是赵立荣第一次在春晚舞台上表演小品 演完之后 六十二岁的老太太一夜之间火了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赵立荣的儿子圣福春说 赵立荣不仅仅善于捕捉生活当中的细节 他本身对艺术的精益求精 在作品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打工奇遇那部小品的最后 有这样一个片段 你想开业吗 我送你几个字 笔墨伺候 一气呵成地写下了 货真价实 走 走 走 人儿你知道吗 为了这四个字的呈现 赵立荣在台下可真没少花功夫 可能在旁人看来 写几个毛笔字 这有什么难度啊 但是对于赵立荣来说 这就是挑战呀 为什么呢 赵立荣老师不识字啊 他从小是唱平戏出身 那个时候呢 只要是背过词了 就能上台演出了 这没有人去教读书认字的 可以说他是一个 认字都不太全的半文盲 总而言之 这几个字可把他给难坏了 回家之后 他就把自己关了起来 让儿子写完这四个字之后 天天呀 就对着他临摹 整整练了一个月 光是那报纸就写了七八十经 写书法话说也是个力气活啊 需要全身使劲来运笔嘛 但是他这右手 在年轻的时候就落下了毛病 写几个字啊 就浑身疼 当时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 导演也提议 说不行 赵老师咱就把这个环节给删掉 但是赵老师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不能让观众失望 出了问题 我负责 所以 只要是在他眼里觉得不成功的 他就反复地练 反复地写 直到满意为止 赵丽荣正是靠着这种 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对玄万毛笔字的挑战 其实 完成这项挑战 所忍受的疼痛 对于赵老师来说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只要是为了作品 赵丽荣多大的困难 都能克服 1999年 赵丽荣带着作品 老将出马 准备再登春晚舞台 但是没想到的是 上台之前 他突然觉得胸部剧烈疼痛 其实这个时候 赵老师已经患上了肺癌 可他自己并没有当回事 医生建议他 不要再上台演出了 但是执拗的他 想都没想 马上就拒绝了 因为他关心的 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小品如果演不下去 就对不起台前 翘首以盼的观众 最后 赵丽荣老师精神振奋地 走上舞台 圆满地完成了表演 赵丽荣老师 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8年了 他创造的角色 却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他的德品 义品 直到今天 仍然影响着他的儿子 学生 以及周围的人 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 在孩子的心中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让你们用关键词来形容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善良 真实 我听说赵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是吗 我妈是很节俭 我妈就是特别好存棉花 不管出差到哪儿准备回一袋棉花来 我妈特别喜欢棉花的 在这个照着太阳这么一拉 棉花不是就拉出这丝来吗 去棉花 我们小说的棉衣棉裤 都是我妈妈自己亲手缝的 所以我看到的这检背后是光明磊络 对艺术非常珍惜的人 您说这个特别的对 你看春晚完了 按照一般的这个什么来讲 春晚下来的这些大盘明星 身价倍增 就开始布置全国的个地演出了 我妈妈这时候恰恰相反 到我们家的一个农村小院里头 闭门思故 为什么 她要想 她火了 她演好了 她应当怎么活着 记者追她 这儿有预约 她是拒绝 还是慢慢地谢绝 她想都是这些问题 我妈要 起码要空闲三个月的时间 在农村小院一待 带着一个保姆 每天买点菜吃 她就过这种平淡的生活 过自己的小人 过自己的小人 我记着 有一次 外边请额北大厂 平剧歌舞团去演出 她说 如果您要把赵立荣 能够请来 我们再给你多加五万 这个团长到我家里边说 您如果要去 我们团里边一分不要 这五万都是您的 我妈说那何必呢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去走一趟 八个小时到那个地方 演了一场戏 说这五万块钱 这个包给您包好了 我们请您来 就是把我们这个剧团 要上一个台阶 我妈说这个钱我不能要 我是帮你们的忙 我妈说听说你们这儿那个 闪了红不错 就红果树嘛 我那儿有一个院子 你给我栽两棵树去吧 等于我妈妈的一场演出 前面要 要人家两棵树 就是因为他们剧团 那个时候已经快散了 就因为五万块钱 我妈妈去帮助他们 要把这个剧团保 其实赵老师不但是自己在艺术上 非常的严格 自律 同时对于其他的人 他也是伸出援助之手 能帮的就帮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 和赵立荣老师非常亲密的嘉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他 欢迎你 欢迎大家好 大叔老师 谢谢 谢谢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给你介绍吧 对 请 大场平均权的台柱子 也是学得非常像我妈妈的 好演员 我妈妈的徒弟 李玉玫 欢迎 欢迎 刚刚我一看 您上来之后 就直接称呼大哥 这应该都是很亲近的人了 是 我大哥跟我二哥 一直很疼我 仔细看的话 你和赵立荣老师 还有点神似 神态是略有点像 不知道声线是不是更像一些 您能唱几段 能唱几段 我们大家都听一听 那我唱两句 是 好 好 好 我就学我师父那个 英雄母亲的一篇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 已坠落 消失在 遥远的夜河地 去打跟头 头上唱串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赵立荣老师 跟我面前唱的 原因重现了是吧 特别是最后说的那个唱串了 唱串了 他咋变了 特别像 刚才大哥和二哥啊 都用关键词 形容了 他们心目当中的母亲 如果让您用关键词来 形容一下您的恩师 您会选择什么词呢 没架子 不爱麻烦人 我师父没架子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 就是有一次我们团长说 你今儿个不演戏 给你师父拿着包去 离着我们那儿很近 我就去了 他最后一个节目 提前一个多小时 上后台等着去 人家就说 你去那个那儿休息吧 有一个小贵宾间 一个大贵宾间 就说啊 让老太太自己清静这个房间 待会儿我都听见外边啊 吵吵 他都说 你出去瞅着去 你瞅着这是谁呀 这吵人啥呢 我都出去了 一看啊 有的歌手啊 就说啊 我们现在休息不好 我要独立的小贵宾间 我就回去跟我师父说 我师父马上站起来了 就出去了 就说 你起来 我瞅着去 我真是 也这么不懂事啊 出去以后就说 你别跟人家瞅着了 你要是说不愿意 在这里边 你上我那屋去 我上那屋去 人家也怪不容易的 别有事没事的 麻烦人家了 他就是不爱麻烦人 你像他呀 说没架子 就说在后台的时候 找他照相 好多人哪 跟我师父照相 一开始站着 后来坐着 一开始那人们都一个 一个一个人的照 歌手们就说 别照了 其实也是好心 老太太不行 老妈您还能受得了吗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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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 就这样 最后实在盯不住了 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我师父 咱们别这么照了 咱们大伙照一张荣光 大伙照一张 他也得把这张相照 从来没有过 没有说我不照 只要来 来者不拒就那样 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品质 对 李玉梅老师 当时赵老师离世的时候 您在哪里呢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送我师父一程 也没想到 那阵我们剧团演出一走就是两三个月 因为我们全体演员都受过我师父的恩惠 我记得哪一期节目 我们团长还问 玉梅你还记得你师父给你带的那个 咸菜酱豆腐什么的吗 他说咱团的那些人 一开始都不好意思 师父后来就少带一点了 赶输了以后 这人们坏了 药去了 这一药还又带少了吗 师父说 看了吧 送我这个 开始给你们吃吧 还装着 都不好意思吃 今儿带的少 你们都抢来了 就是那时候家 我师父就跟我们团那个 就是感情特别深了就已经 那时候我们团里面 就是我们团长就给大哥打电话 说 给你师父去世了 咱们所有的演员 冲着回家的方向 当过亲人的面流过眼泪是吗 没有流过眼泪 我妈们呢 得了这个病以后 在病重期间 经过这个治疗啊 说我这 我这形象怎么样 我说 还还可以吧 好 你这还说可以 那就不行了 谁都不见 我妈们说呢 我得把好的 一面 留给 大家 当时我们那个卖菜的呀 就烧带手上 卖的叫 死不了 后来我说 妈你买这个干嘛呀 哎 后来我们就不用问了 就明白了 哎呀 我们都是 其实 在我们出国的时候 在一切等下 我们哥仨走道都追不上的 身体特别棒 后来这个病一开始放化疗 一下整个的身的机体 就全打败了 全不行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伟大 就是刚才两位说的 永远把痛留给自己 而且让自己悄悄地承受 把自己最光彩的一面 留给别人 让别人欢笑 你现在还演小品门一面 演 那我们今天很期待在现场 再看一下您的表演 好吗 欢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都给大家呀 模仿我师父的一段 那个爆菜名 中不 中 那我唱了啊 我我唱了 好 我还说唱 走唱 我做的是 半肚炒肉 牛鱼片 半肚炒肉 牛鱼片 醋牛鱼片 炸排骨 松花 变得了白鸣油 海哥半肚 滋味足 四两四的 那个八点菜 白鸣 牛鱼片 牛鱼片 炭鱼片 赵四方 你开一开一炭一炭 我做的白鱼片 到底香不香 香不香 好 好 香 香 太香了 谢谢 这个一举一动 然后举手投足 这个神韵 都让我们看到了 赵老师的 当年小品中的风采 您觉得是不是 跟他非常非常的审慈 也不是 我就是说皮毛吧 可能潜移默化 跟我师父待的时间 长一点了 就有一点了 有一点 但是我没感觉出多香 那不是一点 您现在上节目 有时候您并不愿意去 但是因为跟老师有渊源 您才去是吗 对 有一档栏目啊 他们那个导演呢 找到我们团长就说 我们不是让您参赛 是为了做一期 怀念赵吕荣老师的节目 让那个 后边年轻人能记起赵吕荣老师 怀念 我一听这 我说去 去去去去 肯定去 结果我去了以后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 当时我演完我老师的风格的作品 当时90后的孩子 他都能记起我师父来 这不赵吕荣吗 哎呀我当时我那个感动 因为他还能记得起我师父的名字 我就说应该什么呢 他是90后的孩子 证明我老师 不管是他的作人 而还是他的作品 都能让人记到现在 那是非常了不得 我想今天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里 让我们再次回忆赵老师 回忆他在生活当中 和舞台上的点点滴滴 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难忘 几位还有什么话 想在此时此刻 对远在天堂的赵老师说吗 不知为什么 总是让人想他 想你师父 感谢作为尊重 还在追求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文化里 非常感谢 感谢 在我们 这样一个时代里 曾经遇到过张老师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在屏幕上 他曾经带给我们 那么多欢笑 虽然 今天他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想 看到这些作品 看到曾经的那些笑声 依然会让我们拥救的怀念他 把我们节目组 辽宁卫视 有请主角 所有观众的祝福 带给远在天上的赵老师 希望你永远欢笑 交给大叔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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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我们想念你 赵老师 虽然把笑声 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他的笑声 永远会留在人间 赵立荣老师 已经离开我们 整整十八年了 他创造的角色 却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与赵立荣一样 平剧皇后星凤霞 也是一代戏剧大师 他与赵立荣是搭档 也是朋友 他对艺术 对生活的态度 又是如何影响 他的后人的 咱们来听听 他的女儿吴霜 怎么说 我是吴霜 他们都叫我 花枪 你叫一人吴霜 而并没有 是新凤霞的女儿 吴主光的女儿 那时候有多少年轻人 喜欢新凤霞 我保林先生 竟然带着一群人 捧着一次大公鸡 去喝喜酒 吴霜老师的声音 和新凤霞大师的声音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人家都说 他父亲怎么怎么样 他母亲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不唱平剧 我不想做小新凤霞 我想做无双 父母的光环是动力 也是压力 他督促我不断前行 有请终结 有请终结 我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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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欢迎您 请您先做一下 给我介绍 我是吴霜 他们都叫我 花腔语告音吴霜 是个歌唱家 这么多年没有听到 吴霜老师唱花腔了 今天我感觉依然震撼 你现在还唱平剧吧 平剧也唱啊 平剧因为必须要唱吧 有一个唱平剧的妈妈 所以我是受那个影响 那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平剧啊 对 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来 谢谢 玫瑰花开 眼所现 梨花在雪 满蓝杆 满蓝杆 白花圆里花正眼 蜜蜂蝴蝶 我爱日下 非我在花钱 非我在花钱 我觉得还真是那么个味儿 挺正宗 你可能不知道吧 武尚老师是谁 是谁 她的妈妈是我们中国最著名的 最杰出的评剧大师 辛凤翔 她爸爸是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大师 吴祖光 对 而且你刚才唱的是你妈妈的 今天曲目 华为梅吧 华为梅里面的这个女主角 刚出场的时候一段 我刚才最吸引我的是感觉 武尚老师的声音怎么喝 辛凤翔大师的声音这么像 辛凤翔听到这个名字 年长一些的观众应该并不陌生吧 她独创了评剧的新派唱腔 是评剧当中的领军人物 在1956年出演电影《刘巧儿之后》 风靡全国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与他为人称道的事业相比 辛凤翔和吴祖光的爱情故事 更成为了文艺界的一段佳话 吴祖光 中国著名的戏剧大师 在他24岁的时候就写了 享誉一生的中国十大名剧之一 风雪夜归人 不过这话说回来啊 辛凤翔唱戏出身 吴祖光呢 则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 这毫不相关的两个人 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说到这儿 就必须得提到一个重要人物了 那就是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跟辛凤霞是忘年交 当时他就跟辛凤霞说 你呀要嫁个文化人 可以帮你提高艺术水平 然后就把吴祖光介绍给了他 这就算是给俩人搭上线了 那光认识也不行啊 是不是还得接触接触 互相了解了解吧 紧接着机会就来了 那时候吴祖光刚刚从香港回来 有杂志啊 要他去写一篇关于辛凤霞的专访 他便约了时间前去采访辛凤霞 正巧呢 当时碰上他坐在椅子上化妆 这吴祖光觉得 我站着他坐着 我这么说话好像不太尊重 于是就蹲下来 保持平视跟辛凤霞讲话 要知道这在当时 一般中国男人是绝对不会 做出这样的动作来的 可就是这一蹲 辛凤霞便认定了吴祖光这个人 但是当时的吴祖光 觉得辛凤霞的名气太大了 所以对两个人的感情特别的小心翼 吴祖光只会偶尔去看看辛凤霞的演出 但是再也没有主动去找过他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辛凤霞却坐不住了 他做了什么呢 都说这缘分天注定 正巧啊 一次大会邀请辛凤霞 作为评剧代表上台发言 让他提前准备发言稿 这可把辛凤霞给难为坏了 为什么呀 辛凤霞从小就练这评剧 也没念过什么书 更别提准备什么发言稿啊 这怎么办呢 聪明的辛凤霞脑瓜一转 哎 我可以找他呀 于是辛凤霞就给吴祖光打了个电话 从那天开始 吴祖光是天天去辛凤霞家啊 帮他改稿子 两个人出了稿子的事啊 其他都避而不谈 几天后 辛凤霞决定主动出入自己的心声 直接就对吴祖光说道 我想和你结婚 面对辛凤霞的突然表白 吴祖光着实被吓着了 竟然一时不知所措 小声地说道 哦 我得考虑考虑 这样的回答 对于自信满满的辛凤霞来说 无疑是失望之急呀 他说 那你回去好好考虑吧 我可不是求你 说完之后 两个人彼此沉默了许久 最后 吴祖光缓缓地说出了一句 我得对你的一生负责 正是这句话 给辛凤霞感动的热泪盈眶 心也暖了一辈子 正是因为辛凤霞 勇敢地表达了爱意 让两个人逐渐敞开心扉 想爱你了 1951年的9月 仅仅相识三个月的辛凤霞和吴祖光 结婚了 我相信二老婆这个婚礼啊 都是一种空洞全国的状态 对不对 对他们那个婚礼 蛮新潮的当时啊 现在都新潮 他们那个婚礼是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的 鸡尾酒会 鸡尾酒会 那是哪一年 1951年 哦 那很洋气 对呀 去了好多人 而且吧 就是什么人都有 爸爸这边都是 比如他文学家呀 艺术家呀 电影明星啊 那个 郭沫若先生啊 什么这个 赵丹 黄宗英啊 音乐家们啊 都是一等一的艺术家 对对对 一等一的 妈妈这边呢 有很多民间艺人 就是天桥的 天桥的老伙伴 各种伙伴就都来了 包括侯宝林的 什么呢 侯宝林先生也来 参加婚礼 你说他侯宝林 我看到过有一篇报道 说当年 侯宝林先生竟然带着一群人 每人捧着一次大公鸡 去喝喜酒 有个事吗 这有 为什么呢 妈妈跟我讲的 不知道什么是鸡尾酒会呀 鸡尾酒会怎么回事呢 这是对动脑子想啊 折磨半天 折磨了 估计有两三天 这时候又没有搜索 明白了 明白了 鸡 围着 鸡围着 这叫鸡 鸡尾酒会 排着队 一人抱着直击过来的 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请周总理也来参加呢 有 这位周总理呢 他在重庆时期 就和我爸爸有交往 我爸爸的这个 风雪夜归人呢 他是一个 真的是超级粉丝 他看过七次 七八次 我爸爸的这个话剧 所以他跟我爸爸很熟悉 那么结婚时期呢 他也知道 新凤霞和吴祖光要结合了 很高兴 早就电话就祝贺过 那么当时呢 就希望他表示过 想来参加我父母的这个婚礼 但是后来没有来 主要原因是人太多 保卫部门就建议说 总理先别来了 因为这人太多了 乌泱乌泱的 到时候怕引起什么各种混乱了 之后来总理一来了 好大家更乌泱乌泱了 这还了得 到时候场面失控怎么办 就劝总理不要来了 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 这样沟通 后来总理是送了一对漂亮的瓶子 也表示了他的祝贺 祝福 而且说好 我们今天就不来了 但是呢 再过几天 我请你们两个人到中南海来吃饭 我们一定要见一起 晚年 青先生啊 他好像生了病 唱不了戏了 唱不了戏 他就好像是作画了 我妈妈是当他可能是二十几岁 是刚跟我爸爸结婚之后啊 就认识了齐白石老先生 齐白石老先生呢 看到我妈妈也非常喜爱 当时年龄可能得有个八十多岁 八十多 八十多岁了 然后呢 就一定要认我妈妈做干女儿 然后妈妈就跪着地 磕头就喊干爹了 这样的话呢 他还不停地经常会跟我爸爸打电话 说你叫凤霞到我这来 我要教他画画 我妈妈亲口跟我说 这齐白老啊 让我去他家 他是真教我 到了那以后 画案上已经摆好了 纸铺好了 这个各种色彩都调好了 各种笔都摆好了 教我画画 我妈妈说 我一个唱一戏的 让我使劲地画画 你说我这能画得好吗 但是人家齐白老是干爹 你一定要学学画画 他说我就开始画呀 我硬着头皮就画了 我就画了 学了很多学课 就绘画了 绘画之后 等到他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后来在 当时是年龄才50岁左右的时候 半身不随 脑血栓 那你想50岁的女人 还好漂亮 很年轻的样子 他这时候拿起了画笔 而且拿起了笔 写字的笔 双管齐下 成功的画家 成功的作家 所以我跟大家说嘛 我又说到潜力 人身上是有潜力的 无穷无尽的 他可能如果是一直在舞台上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画画 他也不知道他能变成作家 舞台没有了 另外一扇门又打开了 我妈妈出了的有几十本书了 大约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高峰期出书啊 然后那个爸爸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 开始读我妈妈的文章 包括叶盛陶老先生 然后他读完了之后呢 特别兴奋 年纪很大了 那时候得我八九十岁了吧 给我爸爸打电话 说带着凤霞到我家来看看我 我要当面表扬他 所以他还写过一首有点像打油诗 有些话叫 家常言语 真情义 独来 信透心耳里 本色见才华 我亲心凤霞 他写的 你看我亲心凤霞 我亲配他 这是中国的顶级大文豪 夜深陶显这一写 你母亲真的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呀 我特别骄傲的是什么你知道吧 我爸爸的文章 妈妈的文章 都在咱们中国的语文教材里面 出现过 出现过 后来 我的文章入选了 教材 这是一种最好的文化传承 对 我觉得这是一种影响 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注重的是家境 我们往往束缺了一个家的家风 其实你的身上 还是有信封霞大师和吴楚光大师的影子在的 对 那一定是这样 我妈妈呢 和我爸爸 他们两个人的双重知名度加起来 赋予我的是什么呢 在小时候呢 它是一种光环 等于我身后有两棵大树 枝叶繁茂 然后 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阴影像伞一样照着我 所以我可以 处处都享受他们这种光环 但是呢 慢慢的我就发现了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人家都说 她是新凤霞的女儿 她是吴祖光的女儿 她怎么怎么的 她父亲怎么怎么样 她母亲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 我慢慢的发现 原来这种阴凉 其实是一种阴影 是一种压力 而且随着我年龄逐渐增长 这种压力是越来越重 等到我成熟到可以自己选择将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父母要求 我说我不唱平剧 我要是唱平剧啊 永远是这样的评价 她哪有她妈妈唱得好啊 她哪有她妈妈漂亮啊 我可能会听一辈子 我不想做小心凤霞 我想做无双 那么我们家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自由氛围 自由的氛围呢 赋予了我这种自由的选择 于是我妈妈和爸爸都同意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非常幸运地得到了 美国州立大学 印第安纳音乐学院的全额的奖学金 于是这时候我就 基本上抛弃了国内的一切 拎了俩小箱子 就一路奔向美国了 逼着我去打工了 端盘子 厨房洗碗 到那个剧院里边拉木 收票我都干过 到了越中越尾 拿到一点薪水的时候 感觉特别开心 哎呀太爽了 我能挣钱了原来 我总结一下 人是懒惰的动物 从来没有天生勤奋的人 这个勤奋是被逼出来的 后来我回到了祖国 我干脆远离声乐 大约有十年时间 我干嘛去了呢 我做话剧去了 我做了很多年的喜剧 这时候呢 我忽然发现 有一种质的变化 来慢慢地发生 我自己在演唱 我的歌曲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自然而然地 不由自主地 把我的很多喜剧的东西 我放到我歌里头 我自己要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歌唱能力 我的表演能力 是从妈妈这来的 而我的写作能力 肯定是从爸爸这来的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明二代 有些是很好 有些其实是不好 不行 今天我看到的一个明二代 他没有把明办回事 在他心中明 属于过去 属于我的父母辈 跟我没关系 我无双 就是无双 我无惧任何冰霜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 感觉我 我思念的母亲 都说眼穿不如身下 无论是赵立荣老师 还是新凤霞老师 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身上 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工程名就 在生活上也同样朴实无华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感染子女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留给后代的 是一生的财富 感谢收看今天的游戏 我从观望的梦中惊醒 流着眼泪我都能 感觉到你 我思念的母亲 大家好 我是我们在三里五里八里十里 想一想你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的快乐 哇 马老顺是五百年前大闹 天不得七天大圣 有请本局成家 张总谁都能来的 别人不安从你 战犯成年 家里只有你个孩子背负这样的重担吗 那你们在那做什么工作呢 什么都不干 所以张美荣 你现在在养着弟弟一下 有请主角张美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